S拐动C直升机上 戴着黑帽子的自通电军人员 拿着平谱接收仪往海面上扫描 希望能找到飞观和子宇的求生讯号 而在海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舰艇在附近海域持续搜索 眼看黄金72小时快要到了 海空兵力总动员 一度传出打捞到疑似幻象残骸 但经过分析只是海面上的漂流物 幻象战机坠海人机下落不明 而台湾东边有黑潮经过 通过东北角后又出现一个 向西回转的分流 和子宇的坠机地点 正好位在海流复杂的北海岸 幸运的话会在台湾北部徘徊 最糟的情形则会顺着黑潮流向日本 今天天气的状况还不错 海峡这个谈北部海域的风力 跟浪都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到明天开始 因为东北风增强 所以北部海面的风浪 都会明显地增加很多不同变数 所以老实讲这很难找 随着时间流逝 搜救范围也越来越大 国防部透露基于人道共识 日本也愿意协助救援 不过空军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准备委托民间打捞公司 协助搜寻坠海幻象的黑盒子 茫茫大海和子宇飞观身在何处 陆军为电影呼吁全民一起集气 希望他能早日归队 记者黄明君过上军台北报道 9時5时4时2时1 Wheniye